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将要前往泰国 与中国大陆外交部长王毅来会面 那么根据了解泰国外交部的表示 王毅将会在周五到下周一前往泰国来访问 传出苏利文准备将会和王毅来讨论 夜门叛军组织胡瑟攻击国际商船的危机 胡瑟首领批评美国把红海变成了战场 这会让美国在经济的方面付出惨痛代价 北约展开了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31国军演 多达9万兵力参与 而这次的演习明显就是针对俄罗斯 刚好俄罗斯总统普钦也前往临近波兰的俄国飞地来视察 较劲因为是相当浓厚 一声令下大炮射出乌克兰炮兵从远处瞄准俄军据点攻击 逼得敌人到处窜逃就落入森林埋伏的乌克兰步兵手中 乌克兰一加一电视台记者直击在库比扬斯克和利曼地区 乌尔之间的偷袭战 乌军及时发现有恶兵想潜入阵地 宪法制人用先进火炮攻击逼敌人撤退 而双方的无人机大战在空中也打得火热 乌军要先掌握敌军的精准位置 目标是希望能够一击避重 因为现在弹药库存非常吃紧 每一枚炮弹都要确保带给俄军最大伤害 根据乌军估计到目前为止 有快38万俄国官兵阵亡 成千上万辆坦克和军车被炸毁 还有24艘军舰遭集成 他们也持续在前线抵挡俄军攻势 不过俄军现在除了可以自缠弹药 还有来自北韩与伊朗等盟友的外援 前线消耗的弹药很快又能补回来 还能继续攻打其他城市 更内陆的乌克兰城市 只能靠防空系统拦截敌人飞弹 要是这些防空弹药也用完了 对乌克兰平民的保护将大打折扣 乌克兰盟友原定3月底前 军援100万枚炮弹的目标 已经严重落后 西方国家加速增产弹药之际 也开始准备防范更大冲突爆发 北约自冷战以来 最大规模的坚定捍卫者24军演 正式登场 坚定捍卫者24 总共动员31国 9万多名士兵 50艘舰艇 80架战机 与超过1000辆战车 战线北约 从北美到中欧 东欧快速部署 以及防御的能力 现在整个防线已经逼近俄国边境 从北约最新演习画面就能看到 乌俄战争中常见的豪沟战 参加演习的士兵要模拟如何在最短时间内 快速通过宁营豪沟去殲灭敌人 俄罗斯警告这场军演将加剧欧洲地区紧张局势 但专家表示 北约就是要借此达到三大目标 最重要的就是郑哲利 一呢就是要展示北约的团结 对俄罗斯呢起到震慑作用 第二个呢就是想助力乌克兰 出现了这个缺兵少炮的情况 乌克兰的反攻呢已经基本失败 转向了防御 举行大规模演习 意在声援乌克兰 第三个呢就是应对潜在的风险 英国陆军司令警告 乌克兰战争可能扩大为世界冲突 英国要为此做好准备 也暗示英国应该要组建一支民兵团 英国国防部长沙普斯也说 五年后极有可能会出现 涉及多国的多重战场 提前号召和保持战力 应该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白宫宣布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将会在四月前往华府 来展开国事访问 那么拜登也将会在四月 十号接待岸田夫妇举行国宴来招待 岸田与拜登的会晤 讨论重点将会在美日海的合作 以及共同应对印太威胁的挑战 但是岸田所属的自民党 目前仍深陷政治献金的丑闻风波 党内六个派系 四个已经宣布解散 南韩一名商人到中国大陆 却在入境的海关遭人拦下来 扣留整整一个多小时 原因就是他带的这个地图 将台湾标示为一个国家 我们交给记者阳琴 出国旅游带上这张世界地图 对不少人来说习以为常 没想到却成为入境中国大陆 被拦下的原因之一 南韩一名经商常飞中国大陆的 正姓男子入境沈阳机场 带着一张标有台湾的地图 以黑字粗体标示台湾 另外台北则以首都红字标出来 海关人员质疑有挺台独之嫌 不肯放行 平白无故被拘留一个多小时 让这名南韩男子超级傻眼 索性会说中文打电话求助 韩桥地图则遭官方私下没收 这名苦主说有够冤枉 因为地图上字超级小 很难察觉有差异 他也表示往返中国大陆 那么多次这种事也是头一遭 清醒自己会说一些中文 不然很难想象其他南韩旅客的处境 南韩驻沈阳领事馆关切 确认中国大陆海关是否有执法过当 总统大选之后 华府政治人物陆续抵达台湾 紧盯美中台的情势 而德国马歇尔基金会 印太研究主任葛莱怡 接受TVBS的独家专访 他就表示美方尤其关注蓝绿 为过半担忧对台军售将会受到影响 大选结果底地赢单挑战才正正开始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研究主任葛莱怡 在接受TVBS国际评论员余文奇专访时 这样蓝绿不过半的立院局势 就连华府也紧定未来发展 The lack of a DPP majority in the legislative UN is a bit concerning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to see continued budgets passed that have increases in defense spending I think that there is some concer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maybe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sustain the resources that have been devoted to Taiwan's defense 不只是面对国民党以及民众党的拉扯 台海局势的紧绷 对赖清德政府来说也是重大考验 格拉依就表示两岸高层的对话 能避免情势误判 有助于双方维持和平 尽管台湾方面强调愿意对话 但北京方面设的门槛太高 也是赖清德要面对的困境 格拉依也提出警告 认为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尽管对外表态没有对台动武时间表 但并不表示不会加强军事实力 等待实际出击 而且比起战机船舰 中国大陆的软性威胁 其实同样威胁 格拉依也建议面对中国大陆的文攻武和台湾军方也要做出改革 除此之外还要结合台湾民间团体 在军事上的力量才能双管齐下 尽管有望延续蔡政府的执政方向 但格拉依认为赖清德要有更多的创新思维 步步为营 才能让台湾在三方角力之下维持台海和平的稳定发展 特别新闻综合报道 中共中联部部长刘建超被认为是下一任大陆外长的可能人选 刘建超他的英语非常的流利 多次就表达陆方无意挑战美国或是改写国际次序 那么外界就揣测他的出现 代表将延续习近平为中美关系降温的政策基调 中共中联部长刘建超肩负重责大任 今年在台湾总统大选前 飞到美国会见国务卿布林肯 华尔街日报报道 大陆前外长秦刚被免职后 刘建超就曾是习近平众议的继任人选之一 今年三月全国人大期间 这项人事令可能将拍板定案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就犯伍拜追逃之将工作 做出了重大的决策和部署 华尔街日报分析 习近平之所以对刘建超亲眼有加 看重的就是他的政治忠诚 因此去年七月前外长王毅回国后 这段过渡期就是要让刘建超多历练 我们认为他们所主张的这种规则 是以军事同盟为基础 以意识形态为导向 以他们自己所设定的规则 为标准的这种所谓国际秩序 今年59岁的刘建超是翻译出身的外交官 过去主要负责联系北韩 越南等其他共产主义国家 还担任过驻菲律宾和驻印尼大使 2014年奉习近平之令 规划猎狐行动 追捕逃到美国等其他国家的 贪腐官员 担任计划负责人的刘建超 开始展露头角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但如果台独分裂是以挑衅 逼迫甚至突破红线 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 台湾大选过后 大陆经济和军事动作频频 被美国前贸易代表佛曼形容 是战狼披着羊皮的刘建超 将贯彻习近平意志 继续跟美国打交道 TV别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太空总署最新宣告 火星直升机创新号 完成在火星上最后任务 坦诚未来将无法再使用了 那么这架飞行器呢 在2021年初和探测车毅力号 一同登陆了火星 是人类唯一能够在其他星球 自主飞行的空中直升机 不过上个星期 进行第72次的飞行时 一度意外害美国NASA断讯 初步判断 碳纤维 悬翼 叶片 受损 无法再飞 也终结它在火星上 将近1000天的工作时间 中国大陆边境线的长度 有四分之一 都在新疆与阿富汗 印度等多国接壤 那么日前一名滑雪客 滑雪滑出了国境 被遣返 也被滑雪场列为黑名单 这么义无反顾地滑到了边境 然后被雪场拉黑 在空旷的雪场中 一路往前滑 就滑过了中国大陆的边境线 这里是新疆极克普林的国际滑雪场 因为紧邻边境管理区 该雪场有划设滑雪区域范围 并公告严禁在规划区域外滑雪 不准滑越边境线 而这名滑雪客因为滑到出国了 遭雪场列入黑名单 最后到边境 被遣送回来 花了两百块钱 摩托车钱 还给我卡给疯了 这是这个雪剂 我都不能买票了 不止被雪场封杀 陆媒报道如果穿越TS1 还会被警方拘留三天 在新疆要注意滑雪滑过头 而在贵州都担心的是 路面结冰太滑 止不住 无法正常通行 因为一名重症病患 家门前的坡道太陡了 出动警民合作组成人墙 接力抬着患者送上救护车 才顺利送到医院救治 TVB新闻综合报道 最终第一线 首先来看的是 有大陆网友控诉 以1680人民币 在哈尔滨根团游 早餐只有给西饭 馒头 鸡蛋还要另外收费 而路费也是全部自费 到今天还被第二次的收门票 官方调查表示 旅客跟旅行社已经和解 至于旅行社 有没有其他违规的行为 都还在调查当中 我们详情 请驻北京特派记者 林女郑来告诉我们 就要春节了 大陆旅游乱象也跟着变多 有网友控诉 他花了1680元人民币 也就是约合台币7500元 到哈尔滨根团游5天 结果每天只能吃西饭馒头 想多吃个鸡蛋 还必须另外给钱 另外路费要自己出 到了景点门票也要自己买 这样的收费方式 是让大陆民众气炸 投诉官方 那么央官网报道 哈尔滨文旅局介入调查发现 游客和旅行社签订5天的旅游合约 是包括了4晚的住宿 4顿早餐 还有6顿正餐 还有冰雪大世界的门票 以及人生意外险 但合约当中 并没有对参标有明确的规定 那么在经过文旅局 他调节还有协商之后 旅行社已经是和游客达成和解 不过文旅局表示会对旅行社其他涉嫌违规违法的部分继续提出调查 那么哈尔滨旅游局也出面表示 下一步将持续加强旅行社和从业人员的训练管理 同时会提醒游客要核实旅游合约的相关内容 那么为了迎接农历 龙年各家厂商也都推出了相关新品来吸客 上市苹果就推出了印有降龙图案的手机壳 却被网友质疑指卯为龙 之前酱香拿铁大卖4000万杯 茅台再度吸手瑞幸 推出了龙年酱香巧克力 再把时间交给敏珍 迎接龙年 苹果日前上线印有龙图案的手机保护壳 苹果官网显示 手机壳售价498元人民币 尺寸是适用于iPhone15全系机型 然而手机推出以后就引起了争议 因为多家陆媒报道 这个图案上的龙只有四爪 因此有网友是质疑了 大陆的传统文化当中 有五爪为龙四爪为蟒一说 所以这个手机壳的图案 应该是直蟒为龙 对此苹果方面也做出了一个回应 表示官方对于手机壳产品有介绍 是以明亮色彩展现龙的勇猛精神 对于图案到底是蟒还是龙的疑问 苹果其实是没有正面说明的 他们只表示是以官网页面显示的资讯为准 那么同样是龙年的商品 大陆的评价咖啡连锁品牌瑞幸 他们是再次宣布和贵州的茅台合作 推出了龙年酱香巧克力 一杯是售价38元人民币 约合台币170元 不过比起去年9月 瑞幸和茅台联盟推出的酱香拿铁爆红 第一天就卖出超过542万杯 这次的龙年酱香巧克力 没有出现一推出就卖完的盛况 而且还有不少的网友来评价 口感是又甜又腻 吐槽说谁说好喝 难道是收了品牌方的钱吗 那么美日经济报也报导 成都多家瑞幸门市的龙年酱香巧克力 上线第一天 并没有出现排队购买的火爆场面 界面新闻是引述了业内人士的评论 说这次茅台还有瑞幸的联名 不像上次定位精准 因此买气还有话题都差了很多 大陆春运开卖铁路除系火车票 预计这次春节返乡的人流也是大爆满 那么广深港高铁就推出了计次票和定期票 票价换算比原来打了大约是六四折 各个省市旅游也招揽滑找百出要抢上机 提前把这个信息填好就相当于是加了购物车 到时候呢真正开始起售的时候 秒提信息您就赶在了很多人的前面 央视记者搬出大平板教学 大陆将掀起一波抢票大战 春节除夕火车票正式开卖 就是只有在车票发售当日 零时至车票发售时间前才能使用玉田功能 今年大陆铁路订票网站新增了玉田讯息功能 可以先登陆个人讯息 选好车次座位等 真的下单买票时一键送出就好 千万要记住一定要等发售时间到了 点击按玉田信息购票按钮进行提交 这样才算订票成功 官方呼吁用了玉田功能 还是要记得开卖时要提交 不然功亏一篑 大陆铁路部门统计 从12号起已经累计卖出 超过6000万春运期间车票 同比增长159% 没抢到票的话 那肯定朋友一起拼车回去 我15天之前都开始抢了 我把钱付过了 提前付的话 抢到手的几率比较高一点 要确保万无一失 还是有人愿意多付点钱给第三方抢票网站 而在民航方面持续投放增班讯息 中国东方航空也宣布 四架国产大飞机C919将加入春节运输 负责上海飞北京成都航班 根据数据预测 1月26日春运的首日保障 手机场的旅客量会达到一个18.2万人次 2月8号节日的一个出行会在有一个高峰 这会儿的旅客量会达到一个20.18万人次 春运开启 假期感觉不远了 大陆各地也陆续推出抢客招数 广深港高铁趁机推出祭次票和定期票 祭次票90天内可达20次 定期票30天内可达60次 换算下来从C9龙站到广州东站 一等座单程人民币344元 祭次票票价大约打了9折 定期票则为64折 除了最直接的交通优惠 今年大陆春节旅游竞争激烈 各城市抢客吸眼球花枢百出 招演员明星拍影片 这还不够 张家界文旅局局长 亲自下场穿传统服饰 跳抖音神曲科目三 这场旅游宣传大战 甚至玩过头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上传这段 官员穿着僵尸装在景区跳舞的影片 就引来骂声 最终被迫下架 大陆官媒人民日报还发文抨击 宣传只是感受天荤 最重要的应该着眼产品和服务 地方部门没必要过度迎合网络潮流 宣传引来返效果 除了旅游市场外 大陆春节电影市场也受瞩目 初一将会有七部芯片上映 其中有五部是喜剧片 会有一定的同质化的竞争 这对每部影片的剧本 台词和演员的表演 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性质雷同的电影同场较劲 难保观众不会疲乏 去年大陆春节票房破人民币67亿 荣登大陆影史春节党总票房第二 今年可能难以超越 TBBS新闻综合报道 但您掌握东南亚的动态 德国总统与夫人访问泰国 与赛塔举行正式双边会晤 确认德泰将会共同建立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泰国总理赛塔推动 互免签证措施 并将于三月访问德国 那么前进党前党魁 皮塔返回明会复职 皮塔就表态 暂不考虑重返党魁一职 将会继续出人民带 扬言如果还有离开明会的机会 就应该失去总统府任职 川普轻松拿下了初选 距离回归美国总统宝座 迈进一大步 但这恐怕对国际贸易 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日经亚洲的报道 亚洲企业纷纷进军华府 其派能够掌握首都圈第一手资讯 避险甚至来抢占险金 越南技术人才短缺 越南国家主席武文赏 向来访的德国总统 史坦麦尔来表示 建议德国继续援助越南 培育高素质人力资源 那么柬埔寨警方 破获了一起海上跨国 走私毒品案件 起初总重量超过一顿的毒品 而警方目前是逮捕五个人 当中有两名是台湾人 而且已经送到了金边 以上讯息是由 泰国世界日报来提供 这些股市周四主要指数涨多跌少 标普500连六天上涨 创下收市新高 尽管特斯拉和波音公司 各自因为销售放缓 和进行扩产的计划受阻 这个股价双双大跌 但是企业财报陆续出炉 加上美国经济成长高于预期 因此对整体的走势 影响的状况并不大 那么美股财报周也进入了重头戏 继串流平台Netflix 叫出亮眼的第四季的订阅人数成长之后 激励标普500连续四个交易日创 记录新高 投资人也近代微软Meta最新财报 软体龙头微软砸重金投资 深层是AI的钱没有不见 而是变成了三兆美元市值 这不仅是微软创立48年以来首次 也成为苹果之后 第二间机身三兆俱乐部的企业 华尔街对AI的乐观情绪 还蔓延到同在战局里的 谷歌母公司Alphabet 以及脸书母公司Meta 股价同步走扬超过1% 当中Meta时隔两年半 再度重返一兆美元的市值 反观同为美股科技七雄的苹果 还在跟iPhone需求疲软搏斗 周三 晶片大厂徽达则飙涨2.5% 他们宣布要和数据中心营运商 Aquinix携手供应超级电脑系统 将以完全托管的方式取代租赁 这能够让企业客户 更轻易地打造深层式AI模型 徽达已经在训练Aquinix员工 建立与操作系统的方式 而欧洲最有价值的公司SAP 也为了力拼AI转型 宣布了重组计划 这间德国软体龙头 最新公布2023年的营业利润 优于市场预期 带动股价大涨7% 荷兰晶片制造设备龙头 埃斯摩尔也强劲反弹 第四季净利润成长9%到20亿欧元 同样远超过预期 带动当天欧洲股市开高走高 各国大厂积极投入AI的程度 可以从劳工面最想学习的技能 看出端倪 根据Coursera 这个公开的线上学习网站表示 去年一年平均每一分钟就有新用户被AI课程给吸引过来 也让这个平台在2023年创下740万人的新注册数 就连刚在上周五落幕 瑞士登场的世界经济论坛 话题也离不开AI 包括OpenAI执行长阿特曼 多国领袖都参与讨论 随着美股财报周进入重头戏 这波AI驱动的涨势能不能延续 投资人近代下星期公布 微软Meta等科技七雄的营收表现 至于活络周三美股的大工程 则是串流平台Netflix 在打击共享账号奏效 以及强劲内容的加持下 让2023年最后三个月的订阅人数大增 也是史上表现最好的假日记 带动Netflix股价大涨超过10% 创两年新高 更支撑标普500 连续第四个交易日收载记录新高 但紧接着隔天公布财报的特斯拉 表现却差强人意 第四季营收和获利通通不如预期 尽管去年全年交车180万辆成功达标 但这间全球最有价值车商 在财报发布后警告 今年的销售成长可能放缓 拖累股价下挫百分之零点六 根据相关人士透露 特斯拉已经放消息给供应商 将从明年中旬开始量产价格更低的车款 据传可能是小型跨界休旅 并估计每个星期一万台的产量 面对一票竞争对手 尤其是劲敌比亚迪的低价攻势下 可能将使得这项量产计划更急迫 南韩的外食物价高涨 自己在家里煮也没有比较省 南韩的超商和超市 最近推出了平价炸击 是连锁店的半价 有些人干脆选择吃公司餐厅的员工餐厅 南韩外食物价高涨 上班族钱包越来越薄 现在很多人选择在员工餐厅吃午餐 上班族为了省下午餐费用 减少外出用餐 但员工餐厅的费用 也创下史上最高涨幅 根据统计 去年南韩员工餐厅费用 同比上涨6.9% 比整体外食物价涨幅还要高 更是总消费者物价上涨率的两倍 但在有员工餐厅的公司 午餐至少还能省点钱 因为现在自己煮 真的不见得比较便宜 由于去年底的暴雪和寒流 南韩农产品价格飙升 今年大葱价格每公斤约4000韩元 换算约95块台币 比往年高出33% 因气象灾害减产的苹果涨了16% 柑橘类涨了45% 最近南韩零售业纷级祭出优惠 其中一间大型超市决定 今年一整年 每个月都会以超低价供应三种食品 像是这个月打折的五花肉 大葱和豆包 销售额比去年上涨约140% 连锁超商也计划推出 比一般价格便宜的自由品牌商品 在物价稳定之前 预计南韩超市和超商的低价竞争 将持续一段时间 对民众来说当然是好消息 尤其是韩国人的国民美食之一炸鸡 现在点一只拳鸡要价2万韩元 折合约500台币 改到大型超市购买 1万韩元有找 价格瞬间少一半 虽然不见得比有牌子的好吃 但CP值相当高 南韩连锁炸鸡品牌 以外送手续费和人力成本上涨为由 不断调涨炸鸡售价 让爱吃炸鸡的韩国人缩手不满 根据调查 2023年南韩家庭点外送炸鸡的消费量 比三年前微幅减少到3.1公斤 按照这个趋势 超市和超商的高CP值炸鸡 将会更受欢迎 TBS新闻综合报道 女性劳动力是经济发展重要的力量 但是在疫情的期间 拉丁美洲有不少女性离开劳动市场 台湾与贝里斯共同推动妇女妇权计划 协助妇女们提升就业的技能 也教她们如何创业 跟着Amira的脚步进到绿色外观的民宅 我们有机会一探贝里斯人民的日常生活面貌 一楼大约30平 L型长台沙发隔出客厅空间 一经电视贴墙 看得出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半开放式的厨房设计明亮 双门对开冰箱也用有牌子的 贝里斯三分之一人口在贫穷县意下生存 Amira一家人显然属于另外的三分之二 过去只是一名上夫教子的全职妈妈 Amira透过创业开启不同的人生旅程 拿出蓝莓草莓 Amira绑好头发 打开工作模式 她是一名桑格利亚水果酒的调酒师 也是行动酒吧的主理人 OK 所以你教我做蓝莓草莓 戴上手套 Amira教我们怎么做蓝莓草莓 但酒谱已经硬在脑中 果汁的完美比例也已经调好 我只能负责切切水果 搅拌搅拌倒进杯子 这些简单工作 这就是蓝莓草莓 谢谢 你欢迎 只要小看这样子简单切水果的动作 要制作一杯好喝的蓝莓草莓 背后是有很大的学问的 Amira就是学会这样的技能之后 成功地开启自己的事业 Cheers 还没创业前 调酒只是兴趣 要变成专业还有一段距离 她开始学习相关知识 透过政府课程 不只精进技术 她还进修管理领导课程 我做了一篇教育 专专业的教育 专专业 专业 从没有生产力的家庭主妇 手上没什么资源 现在能独当一面 甚至整个家族都为她的事业主攻 联合国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统计 2020年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 基地地成长率负6.67% 2020年及2021年的失业率约10% 女性失业率达22% 根据调查 疫情爆发后 全球有更大比例的女性离开劳动市场 性别工作平等进展倒退两年 两性劳动力参与率 女性需要30年才能缩小 全职就业率 女性得花67年才能追上 薪资差距则要63年才能米平 疫情下贝利斯政府出手提升女性经济地位 女性的平均 女性的努力 政府的政府变成了一个非常弱的工作 政府的工作 我们在美洲串事业务 提出允许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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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 最大電視媒體的執行長 婦女父權項目 由她與國際合作的身影 台灣也從中扮演重要角色 女人的挑戰都很高 女人不只在社會上的群體 例如說 疫情 除了世界上的女人 除了世界上的女人 女人受到重點失敗 我們所做的 是嘗試帶她們出現那種疫情 讓她們有正確的機會 在創立的項目和項目 讓她們參與參與 2021年起 台北共同推動婦女父權計劃 協助700多位貝里斯婦女 提升技能或創業 有超過2000人間接受益 Amiura就是其中之一 她們的確保 我確實在在正確地地 所以我會看到這些劉沙律 我只想一個多地點 女人負責任 所有娛樂園 兩個人是 負責任何其他的 娛樂園 在家人的生存 貝利斯政府中 內閣席次 女性只佔4% 市政村議會代表 婦女只有20% 商業面 由自己企業的女性佔4成 由導遊證照的 女性只有11% 擁有農場的男女比例是8比2 政府當局認為 沒有婦女參與 社會機制就無法順利運作 提升女力 被當成促進經濟的一劑兩藥 TVB的新聞 何佳陽 王浩宇 貝利斯採訪報導